2021年9月绿卡排期 I-485批准案例和签证最近动态 最近公布的绿卡排期 对于职业移民 EBR包括NIW国家利益豁免绿卡 Final Action Date 前进到了2018年7月1日 进一步接近我们此前预计的EBR排期三年 EB3排期两年的目标 估计到今年10月1号新的财政年度开始以后 表B会开放使用 EBR包括NIW排期会前进到2018年底 目前EBR表B已经排到了2018年9月 EB3排期会前进到2019年下半年 目前EB3表B已经排到了2019年7月 EB1会继续保持无排期 亲属移民绿卡持有人为配偶办绿卡 继续不需要等排期 结婚以后马上就可以申请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反复强调 申请人可以早办NIW获得较早的优先日期 然后可以继续自己的专业工作或者事业 换工作不受影响 较快可以排到提交I-485的时机 还有可能在排期排到前提前半里 I-485参见我们的文章 想尽快拿到绿卡或解决身份问题 你可以早提交I-485然后再转类别 I-485绿卡和移民签证批准案例 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帮助数千位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取得了各类绿卡申请批准 关于I-485申请的详细信息 提交申请以后的流程和常见问题 请参见我们律所的文章 I-485流程以及被RFE或者被拒怎么办 对于申请人曾经是党员的情况 我们可以帮助准备相应的statement 很多人没有经过面试也直接获得了绿卡批准 也有的申请人在遇到问题以后 第一次联系我们 由我们律所帮助解决了问题 拿到了绿卡 最近几个月里提交I-485 并取得绿卡的众多客户里面 曾经是党员的绿卡申请人 在提供了statement做出解释和说明以后 绝大多数没有经过RFE或面试 直接获得了绿卡批准 下面是最近的一些批准案例 绿卡批准案例 一申请人曾经是党员 并且曾经在军队单位工作 1989年入党 到美国不满五年 住在加州 作为主申请人的配偶 在2020年10月19号 提交了I-485申请 2020年12月中旬 收到打指纹通知 2021年1月初打了指纹 2021年4月14号绿卡获批 没有RFE 没有面试 绿卡批准案例二 申请人曾经是党员 2011年入党 2012年出国 作为EBA批准的主申请人 在2020年10月20号提交了I-485申请 2021年1月打指纹 2月收到COMBO卡批准 4月收到要求补交体检报告的通知 2021年5月14号绿卡获批 没有关于党员身份的RFE 没有面试 绿卡批准案例三 申请人在2008年读高中时入党 夫妻都曾经是党员 两人在2020年10月19号提交了I-485申请 11月底收到收据 2021年1月打了指纹 2月收到COMBO卡批准 2021年5月25号绿卡获批 没有RFE 没有面试 绿卡批准案例四 申请人在2005年读高中时入党 2009年出国 作为职业移民主申请人 在2020年10月19号提交了I-485申请 11月底收到收据 12月底收到打指纹通知 2021年5月13号绿卡获批 没有RFE 没有面试 绿卡批准案例五 申请人2008年在国防妻子大学就读识入党 2014年出国 我们律所为她先后取得了EB-EB和OE批准 作为绿卡主申请人 在2020年10月26号提交了I-485申请 12月收到收据 2021年4月收到了要求补充体检报告的通知 2021年5月19号绿卡获批 没有关于党员身份的RFE 没有面试 绿卡批准案例六 申请人曾经是党员 在美国东部做咨询工作 作为雇主支持的职业移民主 申请人在2020年10月20号提交了I-485申请 2021年4月28号绿卡获批 没有RFE 没有面试 绿卡批准案例七 申请人2012年在上海读大学时入党 2015年到美国 住在美国南部某州 作为职业移民主申请人的配合 在2020年10月26号提交了I-485申请 2021年2月收到打指纹通知 3月打指纹 2021年6月8号绿卡获批 没有RFE 没有面试 绿卡批准案例九 申请人曾经是党员 2014年到美国 作为主申请人在2020年10月20号 提交了I-485申请 2020年底收到打指纹通知 2021年1月打了指纹 2021年6月25号绿卡获批 没有收到关于党员身份的RFE 2021年3月收到过要求 五交体检报告的通知 没有面试 绿卡批准案例十一 申请人曾经是党员 作为职业移民主申请人的配合 在2020年10月5号提交了I-485申请 2021年3月初收到打指纹通知 3月24号打了指纹 2021年6月29号绿卡获批 没有关于党员身份的RFE 在2021年4月收到过 要求补交体检报告的通知 没有面试 绿卡批准案例十二 申请人在1998年大学期间入党 2014年出国 作为职业移民主申请人 在2020年10月底提交了I-485申请 2021年3月初收到打指纹通知 2021年5月6号绿卡获批 此前EAD和AP combo卡还一直没有批准 没有关于党员身份的RFE 没有面试 下面几个例子是亲属移民 一般需要经过面试才能获得I-485 或者移民签证的批准 从一开始就联系我们律所帮助准备的申请人 没有被要求补充材料就直接获得了批准 在收到补充材料要求或者申请被拒 以后联系我们律所的申请人 最终也获得了绿卡批准 案例13 亲属移民申请人 美国公民的父母一直生活在中国 一直在交党费 担任过工作单位的部门领导 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 2021年面谈以后被要求补充材料 他和在美国的子女这个时候 第一次联系了我们律所 我们为申请人提供了电话咨询 与身在中国的移民申请人和在美国的子女 做了三方通话 然后根据申请人的情况帮助他 准备了关于过去经历的书面说明 提交到广领馆以后 申请人顺利获得了移民签证批准 入境美国后就可以拿到绿卡 绿卡批准 案例14 亲属移民申请人 美国公民的父母 此前在中国军队院校做教员 到美国几个月后 经过我们律所帮助提交了IS-85申请 与子女为他办的I-130申请一同提交 经过在美国东北部移民局办公室的I-485面试以后 在2020年底顺利取得绿卡批准 没有RFE 没有被要求办R-601豁免 绿卡批准 案例15 亲属移民申请人 美国公民的父母 此前是中国北方一家工厂的主任 到美国几个月后提交了I-485申请 此前在中国一直在交党费 在美国南部的移民局办公室参加了I-485面试 在2020年底顺利取得绿卡批准 没有RFE 没有办R-601豁免 绿卡批准案例16 亲属移民申请人 此前曾经在体制内工作 用K1签证入境美国 然后和美国公民结婚 第一次提交了I-485以后 因为面试沟通问题 造成I-485被拒 他在2020年 R-485被拒以后 第一次联系了我们 我们律所帮助 这位申请人 在2020年9月重新提交了 I-485和I-601豁免申请 并且在此后 通过电话陪同他参加了 在移民局办公室的面试 面试后几天 他的I-485 在2021年4月顺利取得批准 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签证 发放统计数字 今年5月和6月两个月里 美国政府在驻华使领馆 一共签发了 5万多份F1学生签证 前一段时间 国防妻子院校几百学生 被拒签仪式得到广泛报道 同时 今年已经有几万中国留学生 新拿到美国F1学生签证 从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移民和签证的机会 仍然有很多